三大波药 我觉得 没有开药 中药 这个是中药 七天的中药 然后这个是西药 这需要能吃吗?哺乳期 医生开的肯定能吃 他说你把这些药吃完就来复查 就复查 因为肚子里面的血没有排干净 昨天不是做了柴草吗 他说你肚子里面还有一些东西 就是要吃药 一定要复查 在医院待了好几天了 今天医生正式要叫你们出院了 本来昨天前天都可以出院了 但是我们一直在等那个小家伙 想等他一起出院 但是 当我问了医生 他说那个小家伙还要再观察 几天 没办法 我们就先出院算了 等 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先回家去等吧 这些东西可以收拾饭店的 来住了几天院 大包小包的 收拾东西交给我了 你坐在这里就行 对了 刚刚嫂子给我打电话的 他说让我去他 他有个空的房间吧 他把它收拾出来的 让我去那里住几天 因为我过两天又要来复查 小宝贝又没有 还没出院 他就说等我这个复查完了 小宝贝出院了 再一起回家 你觉得怎么样 过两三天就要来复查 你来回这样跑 他也说担心我的身体 还有就是等小宝贝一起出院了 再一起回家 好事好不念 这样不会给他牵麻烦了 那也做不了几天嘛 做那么两三天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的 他黄金的狮子出来了 他就说这样我来回跑 也不方便 而且还要来检查 这个也是 因为这个小家伙子 你住在医院 嗯 小家伙子也在医院 而且我还有过两天又要复查 就住几天 还可以啊 可以啊 嗯 我上次既然都要买好了 肯定可以啊 精致在县城的话 还是医院尽点 不管是怎样要方便的 怎么样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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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收拾东西去嫂子那里 嗯 来给爸妈说一下吧 把电话说等宝贝出院了 等我复查完了再一起回家 可以 这个主意还不错 哈哈 哈哈 嫂子想要请兜到的 哈哈 哈哈 你还是有福气啊 嫂子对你这么好 是你有福气 哈哈哈 孟元嫂子对你好 你娘家这个嫂子也好 嗯 是吧 生意无敌 婆婆对你也好 哈哈 关键你还没说出来 老公对你更好 是吧 老公对你也好 哈哈 其实我对你也是好 只是 只是 不善意表达 只是我嘴巴笨 不会说 哈哈 现在就是担心 不知道 这个小宝贝 什么时候才能出院 医生 有没有给我们个准确的答复 等会我再去问一下吧 去看也不能去看 打电话问他 打电话问他 他那时候打了一个电话 我用电话打回去 应该他就能接到 希望他能找你出院 一起回去 现在我就来收拾东西 这些东西都收拾半天 你让小伙伴衣服带来 穿都没穿 一大包还是在那里 回家了 穿了 那就把它弄好 就那包不要晃东西了 说实话嫂子 确实成的很周到我觉得 因为 他有两趟房子 钢房子 挨着一起的 他自己住在这边 然后 右边还有一趟房子 一直没住的 他可能是把那个收拾出来 然后还没在里面住 那这房子没住的 还是新房子 嗯 那时候一次一起买房子 买了两趟 可以 我说就是去了胖麻烦嫂子 他自己都跟你说了 他肯定无理有的 是吧 是吧 因为他有两个儿子 所以说两套房子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这个儿子呢 我这个儿子 铁蓬蓬 我也有一套房子 我也有两套房子 一个铁蓬 铁蓬 铁蓬也算一套 不是吧 不 你穿那时候 你那个 拆迁忙着有一套 也是一套 小房子就两个儿子一套 那时候该拿个密码箱的 你看大包小伙子提过来 半夜他也匆忙了 哪里还有时间去拿密码箱呢 是吧 当时你一发的时候 其实其实还拿密码箱 这就是嫂子送的 这个是姐嫂送的 这个是老妈送的 老妈把那个大伯伯都带来了 这个也是老妈的 老妈送的就是 看起来也要苦一点 看起来也要苦一点 哈哈哈哈 这些东西一个人拿也拿很久 杂齐杂包你不要说也很多 提少一点吧 再多跑一趟 所以我们说要是来 这些东西就 melhor了 这些东西也って 我也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 阿姨 来 那里 对 坐在那里 是这边的够是吗 这边的够是吧 那边先休息 那边装饰没得那么足 不是藏一种习惯不 我没得住也是都是觉得藏该的 也藏得那么高级 藏该的我喜欢藏该藏 你看媳妇她也在眼神睡得来藏 藏该藏不可以 媳妇睡该藏 方便 她们都随便拿个木板边藏 两个媳妇不是的 好 对 都从那边后头都没到这边 都都坐在前头了 哎呀 少子一出气 哈哈哈 你都给自己好上休息 真是嘛 你媳妇也还在医院里回去了 也不方便 所以先住几天嘛 先住几天 还有两斤 我也是才麻烦 可能跟少子说天麻烦 天麻烦 你也不是我爱的 所以你我也出来了 那就先住几天 住几天到时候等 小家伙是出来了再 在这个回家 好 我也住这家 哈哈哈 随便你呀 你现在可以住个人了 哈哈哈 你会一切行的 你现在可以住了 那我也会一切嘛 干脆这个关子的 对吧 哈哈哈 我得你手指好吗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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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